好 總統好 總統早安 這是前總統李登輝此事後 總統蔡英文首個公開行程 黑西裝外套裡頭襯著白衣 神情嚴肅一開場致詞 再談李登輝的貢獻 李前總統是世所周知的民主先生 在全球化風氣引擁的時代 他帶領了台灣 以民進革命的方式 走出威權 邁向民主 民主先生的殞落小英藏不住哀妻 在李登輝此事後 第一時間發出的新聞稿 也像是跟李前總統對話 李登輝曾對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 說過身為台灣人的悲哀 蔡英文聲明則說 李登輝精神是追求身為台灣人的幸福 從悲哀到幸福 象徵台灣領導人心境的傳承 也確保了台灣經濟體制的健全與善為 民主奇蹟於是變成 四人記住台灣的一個方式 李登輝和民進黨關係選後 尤其是蔡英文2012年這個舞台上最令人動容 這人啊 今天是啦 是最後的一場啊 拜託拜託啦 要再相信蔡英文 蔡英文頭一次參選總統李登輝 挺著年曼身區站台 選前之夜 這句話象徵民主先生交棒交到蔡英文手中 只是2012年蔡英文大選敗北 四年後重突全來之際 李登輝卻因身體不適無法前往投票 而2019年年底 小英尋求連任 李登輝坐輪椅 也要出席參會 替小英拉票 蔡英文會走上政治 也是李登輝一手提息 今年初蔡英文狂掃817萬票 她三天後立即到李登輝預所報告戰果 2019年過年蔡英文再上門祝賀李登輝夫婦 新年快樂 多次探望 都是對李卑卑滿滿尊重和關心 總統李前總統身體怎麼樣呢 這次揮了揮手 真的要說再見 從國安幕僚一路登上總統大位 李登輝一路提息蔡英文 30多年前的婦女情 是兩人最緊密的連結 屆時問閒王南瑜 SNG小組台北報導